Hello,我是我的宝宝们,我是李同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尾素颜的神器 当当就是这款 奥利斯厚颜防晒隔离乳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我本人也是比较 更加倾向于 轻薄透气的产品 尤其是像我们日常 走着在拍戏 几乎每天都要带着妆 而且平时拍戏的底妆 要稍微的厚一点点 皮肤经常容易出油 还容易闷透 负担还是蛮重的 所以我日常出门的时候呢 就喜欢上一层薄薄的隔离 我觉得这样又可以防晒 又可以均匀肤色 体亮肤色 显得起色非常的好 这款呢属于防晒隔离二合一 而且它的粉体特别的轻盈 自带那种毛孔柔胶的效果 妆感就是非常的自然和清透 这两款呢 一个是清爽型的 一个是自然型的 我最近在用的就是这款 清爽型的 它很薄而且很容易吸收 有电白 它可以提亮肤色 这一款防晒呢 日常通勤上班是完全足够的 它是SPF34 PA 可以有效抵挡紫外线 但是如果大家长时间在户外 暴晒的话呢 还是建议用一些防晒指数 更加高的产品 这一款日常用上班用啊 什么完全是够用的 这一款挤出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流量性是非常强的 而且呢 它很好推开 是水感的质疑 除了防晒指数的考量呢 其实整个肤感对于我来说 也特别的重要 这款在脸上也是非常的好推开 我给你们沾湿一下 这款在脸上也是很好推开的 而且它非常的滋润 清爽 成分非常的温和 是物理防晒 肌肤呢 完全是毫无负担的 就算是敏感肌 也同样可以使用 我刚刚擦了左半球的脸 左边脸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上脸的效果 就是这边脸现在 完全不会脱移 也不会假白 就是有那种 蛙身好皮的既视感 就像天上好皮肤一样 日常使用呢 我觉得它可以提亮肤色 自然的修饰毛孔 就算是怼脸拍也不用怕 而且涂抹之后 皮肤感觉特别特别的细密光滑 拿一张纸巾给大家展示一下 完全没有一丝丝的粘腻 它呢不粘腻 而且也不犯油光 如果后续有上光需求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叠加粉底的 后续粉底的话呢 也会更加服贴和持久 所以我一般用完这一款呢 底妆的部分就已经OK了 日常呢再涂一个口红 再打一点点腮红 剪个三部曲 就可以成就我的 尾素颜亲激装 这个完全是一个懒人的神奇 另外一款滋润型的也很好用 流动性也很好 比较适合干皮的朋友们 真的很轻便小巧 非常方便携带 那就是我们夏天 女孩的包包一般都比较小嘛 出门也不想带一个 有个没的那种大瓶 所以我一般都是带一只 这种小小的隔离 一只口红 出门在外就是随便可以涂抹 可以补妆 非常的方便 总结呢这一款防晒隔离 二合一功能性是非常棒的 如果像我一样的懒癌新人 就可以薄薄的涂一层 就直接出门了 后续上妆的朋友们呢 这一款均匀肤色的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 作为一款中前隔离 也是非常棒的 大家可以理性种草 好了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下回见